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红楼梦》里 贾家的四姐妹 贾元春 贾银春 贾探春 贾西春 他们名字当中都有一个春字 比如民国时候 宋氏三姐妹 宋矮玲 宋庆玲 宋美玲 他们名字当中都有一个玲字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要从中国的家族和家谱说起 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 古人会按照姓氏居住在一起 比如说像一门城市 像王室 在家族当中通常还会设置一个祠堂 用来祭祀先祖 在祠堂当中通常会修订祖谱 由家族当中的长辈会给后辈取字 而后世的人就会按照不同的辈份去用不同的字 组成自己的名字 一般同一个辈份会用同一个字 比如湖北的汪氏宗谱当中 他们的辈份就有正大 光明 成先于后等等 如果是正自卑的话呢 取名就像汪正兴 汪正荣 汪正书 就是他的姓氏加上这个取的字 再加上另外一个字 通常会形成他的名字 有人问说为什么要用自卑呢 因为一个家族当中有那么多人 自卑呢就可以轻松地理清家族当中的秩序 通过名字 一看就一目了然 世代的脉络 掌幼尊卑 还有呢 这个自卑啊 它也是一种纽带 可以紧密地联系同一个家族当中的人 让人更有归属感 那自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有人说啊 正式的自卑从唐宋时就有了 比如韩式自卑是唐朝的韩裕谱写的 比如宋太祖赵匡印 他为后代呢取了13个自卑 加上他自己的匡字一共是14个字 也就是匡德为从事令子 博师西语梦游仪 那他自己叫赵匡印 那下一代呢 是德自卑的 所以呢 赵匡印的四个儿子 分别叫做赵德秀 赵德昭 赵德林和赵德芳 那再下一辈呢 是为自卑的 所以赵匡印的孙子 也就是赵德昭的孩子们 分别取名为赵为正 赵为籍 赵为故 赵为中和赵为和 每个家族呢 都有自己的自卑 比如像陈氏家族 王氏家族 李氏家族等等 那当然最全的要说孔氏家族了 因为他们家历朝经过很多皇帝清典 确定了30个字 而这之后呢 还会有延续 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运动员叫孔令辉 据说他就是孔子的76代传人 是另自卑的 千年以来啊 自卑一直是中国人名字当中重要的组成方式 一直沿用到民国 甚至到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他们的名字当中很多还是在按自卑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 他母亲呢 姐妹四个 四个人的名字当中都有一个贵字 而他的父亲兄弟三个 三人当中名字都有一个名字 但是五六十年代以后的人们呢 对于自卑就越来越模糊了 因为很多家族的家谱呢 在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毁坏了 现在很多人取名不再用自卑 因为原来的家族家谱都遗失了 和家族的联系断掉了 但是人们对于先祖的追寻从来没有断过 现在很多人都还在寻根问族 我知道有个人啊 他非常努力的通过网上啊 通过图书馆啊 查询自己家族的族谱 为什么他这么做呢 因为他说 有一天呢 儿子问他 说爸爸 我爷爷叫什么 我爷爷的爷爷又叫什么 他别问住了 但是他很想给儿子一个答案 于是呢 他就花了很多时间 去找他家族的信息 经过多方的努力呢 他终于找到了他们家族的族谱 看到族谱里边记录的一代代先祖的族迹啊 他说那一刻真的是非常激动 终于可以告诉我儿子 自己家族当中世代流传的故事了 那么关于中国的传统 还有哪些文化呢 我们下期和您接着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